那很多臭宝稍微要龙土猪奈何老花衣没有 于是乎从网上选了一个29块钱 这看起来挺火人的 也挺大挺壮 很粗壮 整体呢 看起来是挺火人 但是一言难尽 你看上面又没有花 叶片也一般 而且用到的这个土很糟糕 有的话说老花衣是不是人家没充值啊 你老是诋毁人家 这个跟充不充值没什么关系啊 他这个东西好 他适合花友去养护 我就推荐你 不适合的话我也是不推荐 他这个是用的啥 九招吗 29 不怎么推荐啊 不怎么推荐 这个也不推荐大家入手 但是呢 可以给大家明确的是 你收到这种该怎么处理 这个可以教 这种很难的 你如果说 直接带着这个土球子种下去真的是有点难 不是说我非得天天研究着洗根换土啊 这边你一定要了解 就这种 就对于新手来说它是个噩梦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就是新手他不会 他他也不懂 他回去找一盆随便就种上了 所以说他没有养好 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就从 买回来就开始给大家整这种 明白吗 就觉得话说老花鱼你卖的有些个东西好贵 他因为好所以贵 你如果说老花鱼卖龙土猪都得考虑那种营养土的 考虑那种状苗 回家以后你 养护起来也简单 你这种的 你看着怪怪火的 那回去养不好有啥用啊 跟我大舅子一样长得五大三粗的 到你家你没几天都嗝屁了 但是憨大憨大的又不开花 我要的是开花 对啊这个应该 你知道这个是咋回事吗 小蕙蕙 这种东西呢在我们基地应该是叫母本 你知道什么叫母本吗 就是捡他的枝条去牵插 然后这个没有利用价值了之后 你也知道怎么办就处理了 因为他枝条活性不够了 整体的活性不够了就卖了 尤其是大家在茉莉上会遇到这个情况 这怎么理解呢 就是话我们说哎呀我在平息几块钱买了个茉莉老妆 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已经被 淘汰的东西了就没药了 叔叔辣了懂了吗 这这这开花量也不行了 活力也不行了 也不怎么爱长枝条了 不推荐 我是不喜欢 有喜欢的臭包吗 整扶盆了 给花我没发过去啊 花盆老规矩一定要排水透气的 下来垫成底土千万不要用肥料 这个洗根换土不是简单 很多的花肉他就是整不明白整不明白 这根细太粗了 太碍事了 我就掰掉几根 然后呢 容易空根这个里边 简单的塞点土进去 千万别空了根 臭包 很多的臭包 他就不深了 看到了吧 闭一下强光暴晒 你像上一期给大家讲的是米兰 米兰剪的比较狠 可以多晒一些光照 这个叶子比较多 可以少晒一些光照 就是一步之遥 看到没有 浇水啊 浇水的时候可以放一些生根叶和荷梅林 看到没有 用一些生根叶啊 我用到的这个是会玩的生根叶 他这个不烧花 是利于他发根的 他也里面带有营养 提供一些营养 让他快速发根 增加快速浮贫 日常熟浇花 你们也可以去用 这个是用到的厄梅林 防止烂根 这个是我之前放过了 里面还剩了些 我就直接把这个浇上 老规矩啊 浇不透就进盆 就给他放到水桶里面这种泡 明白吗 一定要让他咕咚咕咚喝透 这边水要浇透 避一下强光的暴晒 这个也有虫害也有病害 这个虫子应该是大青虫之类的吃的 看吧 30块钱看着粗 有啥用啊 由于他叶子不是特别多 就不动他了 他这个质感也挺粗壮的 就没必要修剪了 就避一下强光暴晒 等着根系长满了长稳了就行了 光照这一块呢 避一下强光暴晒 闪光就OK 等这个仰状吧 等这两个仰状了 等他长满根了 我养好了 到时候再送给花友们 好吧 记得评论分享 点赞转发就行了 有的臭婆说 怎么看自己重没重讲 到时候我们会联系你的 又不找你要钱 光给你要地址 千万别受了骗啊 去年有花友受骗了 老花姨不要钱 老花姨不找你们要钱 不需要钱 我是老花姨 老花最难一白了臭婆